嗨大家好我是張伊德 我目前是一位自由接案的3D概念設計師 這部影片講一下我在Photoshop的調色和後製的流程 那在開Photoshop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C40這邊的Render Settings 那一般來說我會把Pixel這邊 至少會開到2K以上 就是它的短邊至少要2K 那因為現在顯示器的畫質越來越高所以有時候開到4K以上也是很常見 而且2K以下尺寸的圖片細節很容易糊掉 最理想的狀況還是Render一張4K以上的 然後如果要降的話再到Photoshop再去處理 然後解析度這邊大部分人可能想說圖片只有在螢幕上看的話 就會覺得72可能就夠了 那其實開到100或是150以上 它的細節部分還是看得出差異的 那我平常設定是在150或是更高 那如果有印刷需求的話就請開到300 那接下來Safe這邊我通常會存TIFF檔或是PSD檔 那色彩深度這邊最好也是調到16bit 那這樣在調色的時候顏色會有比較好的寬容度 那如果是預設的8bit的話 它在漸層的地方有時候會有比較明顯的色階 那C40這邊的設定就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接下來到Photoshop 那這邊我就用我平常處理一張圖的流程來講解每一個功能 那第一個我會用到的是濾鏡這邊有一個 外掛式叫Arian FX這個外掛 那打開之後呢它裡面有很多 相機的效果可以調整 像這邊有一些filter可以控制色溫 然後降低畫面噪點的 或是增加雜訊的功能 然後邊緣暗角 然後物件邊緣的色差 還有光暈和強光的強度等等的設定 那這些功能主要就是要增加一些現實中相機不完美的效果 不然通常在3D裡面Render出來的圖片 通常會因為 因為相機太過完美所以 導致整體看起來有點假假的 所以就利用這個插件來實現一些不完美的效果 再來有另外一個蠻有趣 然後也可以很簡單做出光線照射效果的外掛 叫Race 那你只要把這個綠色的小點 拖移到 畫面中光線照射的位置 那它就可以模擬出那種 聖光的感覺 那在背景有強光的圖片裡面用這個來騙一下都會有蠻不錯的效果 然後它這邊也可以調整它光線的長度 然後亮度 顏色 然後就是邊緣的模糊 不過由於它只是在平面的圖上面用電腦模擬的效果 所以有一些地方還是很容易會有破綻 所以就自己斟酌使用 然後再來就是調色的部分 調色我會在濾鏡這邊的 CAMERA ROLE 濾鏡這個 裡面做調整 那在這裡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就是 下方這邊有一個WIDE 這個按鈕 那點下去它就會有 調整前後的對比圖可以即時觀看 那左邊就是圓圖然後右邊是 修改後的 圖片 那就不用一直在那邊 Undo看調色的差異 然後調色功能也都非常的完整 像這邊應該就不用躲說就是 調整色溫色調和調亮度的部分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些可以增加細節紋理 然後清晰度和去朦朧的設定 那增加一些細節也是蠻方便的 然後曲線調整這個也跟前面差不多就是 換個方式來調光的明暗 那下一個瑞麗化跟雜訊減少這個我就比較少用到 因為我通常圖片上都會 刻意去增加雜訊 然後再來HSL調整這邊 也算是我非常常用到的一個部分 它可以在不同的顏色裡面分別去做 色相 飽和度和明度的調整 例如說我只想改它 綠色衣服的色調那我就可以只選 綠色這個來做調整 那它就不會動到其他顏色 那我通常也都是會做些微調整而已 就是 樹脂如果拉太高的話它有些地方還是會有比較明顯的分層 那看起來就會有一點怪怪的 那接下來分割色調這一個在做一些底片的 濾鏡色調的時候很方便 它可以分別在亮布和陰影處 分別的染色 那我比較常染的顏色 差不多就是 黃色到綠色的中間 或是藍色的 冷色調 那像如果用黃色跟綠色這個的話就會有一點 底片的那種黃綠色調 然後再來到效果這邊我們可以加一點雜訊跟暗角 那就會 蠻接近那種底片相機拍攝的感覺 那我在Photoshop有用到的功能就差不多是這些而已 我也很少像其他人有可能會出 每一層的pads來 方便做比較大幅度的更動 因為我習慣在3D的時候就先把整體的畫面處理到接近成品的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到後製調色的部分就不需要再調整太多 那我們這集就先講到這邊 掰掰 各位 我們走在錦糕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